南投县学生校外会为了充实春辉志工能力 提升服务能量 在五玉高中举办110年春辉志工招募以及教育训练 县府教育处督学代表处长陆正威前往参加 并且肯定春辉志工对县内辅导教育的贡献 开训仪式由校外会军训督导宋一庆 春辉志工团团长鲁信柱 五玉高中校长邱圣斌 以及志工团团团员共六十人出席参加 仪式中也颁发教育部109年五位基优志工人员 包括基优辅导志工王雅玲、吴显州、李静和 以及基优行政志工林罗纳、王玉英等人的讲座及证书 激励团内工作士气以及服务热忱 教育处督学许玉芳表示 在辅导教育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一间学校往往只有一位专服老师 对于县内许多高关怀以及药物滥用情形的学生 春辉志工给予学校很多的支持与协助 也补充学校在课外时间功能上的不足 今天是我们教育部春辉志工的一个教育训练 那我们今天参加的志工总共有50位同仁 那总共有10位的新进志工 那参加我们这个春辉志工的话 必须每年都要有6个小时的一个教育训练 那针对高关怀啊、弱势学生啊 或是一些药物滥用的学生 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协助帮忙 那也来补我们学校的不足 那因为学校的就是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位专服老师 那这些志工就是会再给予就是高关怀学生更多的协助 那去到各个家庭进行各案的访问啊 那定期访试啊、追踪啊、辅导啊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些春辉志工能够无偿的去提供这种的服务 那今天也有五位的基优志工也给他们颁奖 那感谢他们谢谢 团长鲁信柱表示 春辉志工团感谢县政府教育处的指导和协助 108年代表南投县荣获教育部全国基优春辉志工团体 109年由春辉志工辅导县内国高中的十多位个案 学生毕业之后皆考取他们心中第一志愿 辅导成效斐然 我想我们南投县的春辉志工 在这个宋都岛的一个带动之下 尤其我要感谢这个县政府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的一个指导跟协助 让我们南投县的春辉志工 目前有三十几位 那去年很多活动 还有很多那个十几个个案的一个辅导 让所有的被我们关怀陪伴的这个同学们 不管是高中国州的部分 他们经过我们的志工去陪伴去辅导他们 所以都获得很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成果 尤其很多国中毕业以后 我们辅导陪伴以后 考上他第一志愿国立高中 又要得去就学 所以说这个整个成绩 非常的亮 非常的好 那荣厚教育部 对我们今南投县的春辉志工 有五位参加全国的一个竞赛 得到非常优秀的成绩 所以在这边 我们志工团要非常感谢 说有协助我们志工团成长的各单位 货班教育部109年基优志工的王雅玲提到 在面对接受辅导的个案时 会将个案视为自己孩子 青春期的学生难免会出现叛逆行为 志工长时间的耐心陪伴 能够释放学生心理上承受的诸多压力 当学生愿意敞开新房接受辅导 后续也更能将他们导向正向发展 记者陈寅志南投市采访报道